哈嘍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我请教赵医师 根莖类的很多食材当中 富含维生素A或者β胡萝卜素 事实上这个对于黑色素细胞瘤的营养治疗 是有帮助的 那事实上其实我们要改善这个皮肤的问题 第一我觉得从饮食上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那很多的饮食中 我们常说含维生素A 还有β胡萝卜素等等 这些主要是有抗氧化作用的食材 事实上对身体是有帮忙的 第一个 你身体帮忙除了内在之外 皮肤表面也可以显现出 我自己有个病人 她本身是一个58岁的女性 来看门诊的时候 她发现她脚背 有一个黑黑的斑块 那看起来是怪怪的 那看起来怪是我们发现 可能也许会有病变 那病变情况之下 那我们要做检查 她果真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是皮肤的一个所谓易生的现象 就是说还没变成皮肤癌之前的 一个皮肤的癌前病变 那这时候呢 那我们跟她说 这个癌前病变的产生的话 你一定要赶快先把它切除掉 那切除掉一定要做好保养 所以说呢 那她就去所谓的吃一些东西 那我们经常说 还有维生素A或β胡萝卜素 这些抗氧化成本的食材的话 会比较好 比如说胡萝卜 玉米 这个番薯等等这些东西 她去吃它 那吃了之后呢 她8个月之后还来看我们诊 原来切的地方已经干净之后 整个肤色变得非常干净 而且没有残余的细胞存在 所以我们知道 对黑色素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癌的细胞病变 以黑色素细胞流 我们可以有几个观察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常说ABCDE A就对称性 一个皮肤的病变 尤其这个黑色素细胞 它的对称非常重要 假使不对称 或者说开始长得怪怪的 你看起来很奇怪的时候 只要小心 那第二个呢 B呢就边缘 边缘是不是规则也非常重要 一个好的细胞 或是一个规则 良性的一个 所谓皮肤的一个 所谓一个良性的一个 突出的一个肿瘤的话 是良性的话 它基本上边缘是规则的 但是那边缘不规则 或是开始已经有 感觉有这个毛毛的现象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有病变 第三个就是颜色 我们所谓颜色来讲的话 好的东西当然大概都均匀 那不好的东西 它一定是可能有 这个可能有深有浅 就是颜色的改变 那第一个直径大小 一个会病变东西 基本上会长得特别快 可能从大概我们超过 这个0.5公分 以上这些黑色素的病变 你要小心 再一次它会不会凸起来 会凸起来也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问题 因为很多好的 这个所谓一种 它是一个平面的 那加上会凸起来 昏着表面凹凸不平的现象 它可能是一个病变的现象 所以我们知道 要分辨这些 所谓黑色素的病变的话 ABCD1 ABCD1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指标 当然我们说 刚说的是黑色素细胞流 但是也有 非黑色素的细胞流 就没有颜色的 黑色素细胞流 也是叫黑色素细胞流 这要非常小心 所以说 假使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的话 一定要多吃一些 抗氧化的食物 因为这些抗氧化的食物 可以调节我们细胞表面 一些DNA的生长 阻止它细胞 一个病变的现象 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 保养的一个功效 我刚刚讲到的 根莖类的食材 事实上 很多都富含 β、胡萝卜素 跟维生素A 这个事实上 对我们的皮肤细胞很好 对 其实我自己也蛮有感的 我们这吃对了 根莖类的食物 事实上其实对皮肤 真的保养是非常好的 那我自身有一个病人 她本身是一个62岁女性 那来了看本人的时候 脸的肤色是一个不均 而且暗沉的一个现象 甚至还有很多 像我们所谓老人斑 还有这个光角化症的 这样皮肤的病灶 在整年都有 所以她想说 要来做个美容的一个治疗 可不可以看 就是说这个皮肤的问题 第一个你要先把自己的皮肤 第一个清洁 防晒很重要 那美容治疗 是后续才是需要去做的 但怎么样让自己的皮肤 要健康 这是第一点 所以说我就问她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饮食是很重要一个关键 她吃的东西 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 刚刚所说的 这个高淀粉类的东西 精致的东西 而且呢 她是每天都经常吃这些东西 并没有说断断续续吃 而且她的那个 生肠指数都非常高的这些食物 那我跟她说 你可以吃一些 所谓比较低生肠指数的 这些根筋类食物来 那她说 因为她吃这个蔬菜 有时候她就会便秘 那我说你吃根筋类这些蔬菜 第一个 她这些食物 含有一些低热量的淀粉 而且呢 不会很高的热量 生肠指数就低的 这些食物是非常好 那我建议她 你可以吃一些像 所谓的这些 这个番薯啦 或一些这个所谓 比较低热量这些 根筋类食物的 像玉米薯 也是很好的东西 那她照我的方去吃了 一年之后 她回来之后 没有做美容 整个肤色变得很亮 又白 为什么呢 那我们知道 吃这些东西 它本身 含有这些 所谓的一些抗氧化 什么时候非常多 那我自己呢 也常吃一些 蔬果 尤其根筋叶的蔬果 其实我常吃的就是说 所谓的一样玉米薯啦 还有些甜椒啦 还有些我们刚才说 所谓的这个地瓜这类东西 但是我地瓜 基本上 我是让它冷的在吃 它就是说 不要热 或是隔夜 或冰起来这样的冷冻的这些 所谓的 让这个抗性淀粉增加 这些所谓根筋叶食物 果真吃了之后呢 那我自己也实验 我自己也吃了几个月之后 我发现的确 我的唯一的好处 还有一个就是 除了膚色 一直维持还蛮稳定之外 另外额外瘦了 将近十公斤 赵医师我问你 你玉米薯怎么吃 一般那种中医 都是让人家喝那个 玉米薯茶 那因为那个茶 就会有点利尿 跟这个消水肿 那你怎么吃那个玉米薯 我直接这样 生着吃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这样生着吃 当沙拉吗 对对对 就这样当沙拉这样吃 就洗干净 然后生着吃 就生着吃 那怕是一丝一丝这样子 对啊 有时候我就要一把一把这样吃 真的哦 真的 那一天吃个一次 我只吃一次 也没有说过量 我就像沙拉 配一些蔬菜这样一起吃 然后一些这个 拌一些酱 其实是蛮好吃的 那我吃起来 我是觉得还不错 因为这样吃 后来还配合一些 比较低热量 这些根筋类食物 事实上其实 难怪会瘦 真的会瘦 而且其实瘦 其实皮肤 并没有失去弹性 还是有弹性 只是看起来是瘦而已 那另外 肤色其实还是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 直接好的根筋类食物 事实上 因为它有很好的抗氧化成本 那事实上 其实第一个 你不会觉得老 另外一个呢 而且这抗氧化 让皮肤看起来更年轻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假使皮肤要健康 肤色要好 事实上直接 好的根筋类食物 它里面的抗氧化成本 的确体内可以转化成一些 我们说维他命A等等成本 可以使皮肤的确有 很好的抵抗力 而且皮肤的修复 皮肤的保水度都会增加 根筋类食材当中 赵医师也很推荐莲 因为莲莲也是 维生素C非常好的来源 是 其实知道 这个维生素C 对皮肤的保养单是抗老化 尽量让我们 真皮层的胶原蛋白 能够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平衡 还有代谢作用 那事实上其实 我们知道很多男生 对这皮肤老化也很在意 我自己就有一个病人 他已经70岁了 那他真的很深层的 皱纹到没有 都是一些细的皱纹 那这细的 而且是属于 比较静态型的皱纹 那他跑来说 看门诊的时候 说希望能够改善这些皱纹 那我说 防御要做好 另外一个保湿要做好 那其他要医学有什么方式 那我们再说 那另外一个就是饮食上 我们尽量不要让身体产生一些 比如说糖化性的一些食物 那最重要的 那我说可以多吃一些 维他命C的蔬菜水果 那我就问他说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蔬菜 他跟我说 就是所谓莲藕这类东西 我说莲藕是一个好东西 因为它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知道 它几个好处呢 它有五大好处 第一个我们来说 对皮肤的健康 因为它富含维生素C的话 它可以使我们这个 可以获得紫外线的一个防腹的作用 另外一个 它可以使促进真皮症 叫做一个真正的现象 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 这是第一个 对皮肤是非常好的 那第二个呢 可以促进消化 我们知道它还有很多膳食纤维 那对身体的这个 肠胃的消化会比较好 而且容易有排便的一个作用 第三个呢 可以改善心血管的问题 因为它富含钾离子 事实上对心脏跳动等等也非常好 第四个呢 最重要可以增强免疫力 我们知道皮肤的免疫力不好的话 事实上其实你很容易产生老化 它们吸的一个成分 所以说很好的免疫力 对身体对皮肤都有 很好的帮忙 但最后对大脑的一个健康促进 是非常好的 因为还有很多的一些 所谓的一些 我们所谓脑原性的神经滋养因子 那可以改善神经功能 所以有这五大项的一个功能 事实上对这个 吃进去的这些根筋的食物 尤其莲藕 可以推荐给大家来使用